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由香港科技园 在HKSTP at Vlog Gallery 举办的 On the Horizon 网上研讨会 今天我是大会的主持朱子超 也是今次第五次研讨会举办 每次都带来不同的主题 今次的主题就是 数码基建香港发展新动力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行业的专家 科技初创公司和投资者 一同探讨数码基建 如何为科技初创带来机遇 和带来仓库价值 在香港强化科技生态圈 带来新的竞争优势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邀请 香港科技员公司行政总裁 王克强先生Albert和我们说几句 有请Albert 大家好 大家好Albert 第五次了 今天我看到你的造型是最伤害的事 今天是星期五 如果说到数码产业化 其实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首先我想说作为科学员 我们负责工业村和科学员 其实我们首先就要配合香港政府的政策 推动数据中心和数码发展 数据中心也很重要的 我们也会继续推动更多的数据中心 在香港落成 包括全球的数据中心和本地的数据中心 因为这是相当重要的 这是我们首先会做的事 如果说到其他几件事 大家可能留意到最近 刚刚上个星期就有两间科技公司上市 有个表上市 就是Sense Time Saintown 和GoGoVan 两间都是土产香港的科技公司 都是和数码完全有关的 其实两间公司很振奋的 两间公司都是完全香港出来 数码能够变成Unicorn 亦都在香港上市 带动到整个不单只是科技 和金融和数码是相当之好的 其实在科学员 其实香港今天已经有 我们计算是有十一间Unicorn 而有三间是在科技公司 LalaMove Sense Time 和另外一间叫Smartmore 可能大家对Smartmore比较陌生 叫做Semow 其实这间是中大一个教授开的公司 它是做AI Pattern Recognition 用工业的应用 其实这间公司 很神奇的是去年2020年 一、二月创业 我记得跟假教授聊天 都是过年前后的事 一年之间它已经是 升到三亿美金 变成一间Unicorn 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亦都完全是土产香港 中文大学出来的科技公司 我相信这类数码有关的公司 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我想说 另外一点的课题 关于数码化就是说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这些 科技公司成功 但是更重要的是 传统的产业都要用科技 虽然你说 就是数码或者科技 本身可以变成产业 但是产业都应该要数码化 有句说话就是 就是说得比较老土 就是科技产业化 产业科技化 大家嘴上这句说话就是 科技 可以变成产业 例如SendSign GoGoVan LaLaMove 将科技变成产业 变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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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传统工业 都更加需要数码化 举个例如 香港地产 金融 食品 那些更加需要数码化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另一方面 科技产业化 产业科技化 都同样重要 就好像今天我穿了衣服 看完 运动员都要数码化 但是如果不是有这些数据分析 其实都未必拿到这么多牌 真的不是开玩笑 而事实上 我们亦都有几间公司 做运动上的数码化 数据分析 现在 我想不知 讲小体育 不好意思 你看球 跟十年前看球 是不相同的 是很多分析 有人负责训练 钉架去球 那些是真的 很多科技在里面 所以大家嘴上一下 就是 所谓数码化 不单止是将数码变成 变成产业 而是将传统的产业 更加需要数码化 那我 就是我希望 真的帮助到 工业 真的可以应用到科技 而大家要留意 譬如我们昨天 就和这个 港交所签了合约 就是我们大家合作了 就是 将科技带给他们 他们将这些数据带给我们 前天 他们和Microsoft合作 他们帮我们做incubation 其实很多这类的 合作会更多发生 那我们希望作为科学员 会和业界 更加多的合作 将科技和数码 带给所有的企业 带给全香港 希望年轻人 多一些机会 再发展他们的事业 很好 阿尔伯说得 真的 我们有多长的 On the horizon 系列 其实不乐而同 阿尔伯都会提到 科技产业化和产业科技化 亦都应用过很多不同 你们说过 Rag Tag 说过不同的工业应用 体育也是 体育也是 现在变成了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差一件事 就是科学员 在科技参业化和参业科技中间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其实没有科学员 是达成不了你所说的使命的 我认为科学员 我们做到我们的一部分 但我觉得是全香港一起去做的 是 数码港 科学员 生产力局 甚至其他业界投资者 我觉得是大家 一定要在一起才行 不是科学员做到什么 而是全香港一起去推动 未来科学员 一定会有更多的力量 投放在这里 不论是硬件、软件、人才 尤其是人才 你也很着重人才的培育 在这么多间不同的公司里面 你们也很着力发现这些人才 那这些人才 是否未来都会继续供应不断 这是一个我们很大的课题 人才的培养 是我们现在可以放很多资源 是 香港很多很厉害的学生 但是是否能够真的将这些学生 放回科技这个领域 我们需要做多些工作 好 那和Albert分享到这里 也多谢你的分享 每次希望 你都可以和我们打出一些观点 待会在两回合的讲座当中 也希望 如果你有点点的话 马上放进去 和我们聊一下 好 谢谢 好 好 好 事不宜迟 和Albert分享完之后 我们即将展开我们第一回合的讨论 这个主题就是完善硬件配套 令到香港数码产业可以起飞 首先说一下时间 因为阵容很鼎盛 我们只有20分钟的时间 我们好好控制 简直说 数码产业对香港的未来发展也很重要 甚至乎我们周边不同国家和城市 都很进取去发展这个数码产业 基建也好 远实力也好 甚至政府方面 都很多不同的补贴 去加强竞争能力 科学员 刚才Albert也说了 在这方面都不为余力 以下我们有四位嘉宾讲者 一起就这个话题 去分享一下大家的见解 首先介绍一下 就是香港科技园公司 再工业化高级总监 姚兴良博士工程师HL HL 你好 你好 好 欢迎你 另外就有 戴德良行香港董事总经理 肖良辉先生John John 你好 你好 好 谢谢 另外有 香港数据中心协会主席 李松德先生Charles Charles 你好 你好 好 谢谢你参与 当然还有团结香港基金 高级副总裁兼公共行政政策研究院院长 黄元山Steven Steven 你好 你好 事不宜遲 首先就问HL 刚才Albert作了的引子 数据中心就越来越多 甚至乎在地方计 兴建画一些数据中心 需求带动价格 越来越贵 究竟你会如何看回 现在数码产业开始发展成熟 科技员是否真的可以先回应 不用做 科技员在促进数码产业 有什么角色 如果单从数据中心有多多 地平有多贵 或者是这样去衡量数码产业发展 其实都稍为黑毅 反而这些可能是反映一些供应不足 对产业发展可能有少少质外 过去科技员也积极地配合政府的政策 也将工业专的用地积极地推动到数据产业和数据中心 亦都支持公司在数码产业的发展 透过公平公正的一些体系 我们就因选一些适当的整体对香港数码产业有利的产业 作为一个发展伙伴 将地批出去 令到它可以建设自己的厂房 或者数据中心这些基建 希望对于长短承担的公司有一个支持 但只是说硬件也不是那么足够 我们也透过其他软实力方面 也投入不少资源 至于软实力的我们留下一个节目 我们再来探讨 好 谢谢HL 接着来就和香港数据中心协会的主席Charles 谈谈一下 Charles 你的生意可以说 即是遍布在不同的地方 日本 新加坡 即可否看下 譬如比对底下 香港比对这些地方的数码产业的政策 发展的情况是怎样呢 多谢奥巴拿这个问题 其实我想我在不同的地区 都有一个经验的 每一个地区对创新的发展 其实都是按照自己地区本身的发展的情况 有不同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一些 已经发展得很好的创科的产业 好像东京 新加坡 甚至香港 它对于资助 政策 是相对比较少的 但我们如果看到一些地方 它那个创科产业 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 在一个发展的途中 其实它的政策支持是很大的 力度 例如在东京外围的一些城市 他们为了吸引我们去投资 他们本身有现金的宝座 他们也会有这个税的退税系统 其实我自己可以看到 在这个香港的情况下 香港已经过了这个阶段 所以我自己对这个产业来说 我觉得政府是可以将公共资源 可以向其他地方放一点力 就这一点我们再讨论一下 是否真的在公共资源方面的配置 是否需要正如Charles所说 放少一点 放多一点 但对于长远的数码产业发展来说 不断再变 其实投放公共资源 其实是不是还是很需要呢 正如我上次所说 我也是很看回地基不同的发展 现在好像香港的情况下 我自己会看法就是 可以将这些公共资源 投放于一些非商业的机构里面 是对我们整体的经济发展是更加好的 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大学研究所 或者我们对一些初创的 我觉得公共资源应该对他们 更多的投入 而至于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很明显看到香港的数码产业 其实都很成熟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总共有58个数据中心 有20多个营运商 这个Telecom的公司 都有六七百间 其实这些我们已经很成熟 提供了很好的数码基建的服务给大家 我觉得应该留给他们自己 这个产业的行家 自己去竞争 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公平公正的地方 真的 产业三方面 我想资源的分配 都很重要 也有问题 跟大德良行的John 听你们说 最近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 可以探讨一下香港的数码基建的优势 在哪里 究竟现在的Fundings 或者是一些做得好 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什么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没问题 报告大致上 将全世界38个地方做一个排名 只是亚太区里面有8个地方 香港是其中之一 香港整体的排名 在亚太区的8个地区 其实是中游位置 有些地方是很优性 包括电的稳定性 电费的水平都是有竞争力的 但是说到一些地价方面 其实排8个城市里面的拉尾 因为这件事就是香港地少人多 另外就是很多东西 其实供应都是不足够 另外一件事 我想香港有的优势就是说 在光纤的网络 无论是本地的 和是连接外地的一些网络 其实都发展得非常成熟 譬如现在海底的电纜 11条在香港上岸 接下来也有3条在建立 这件事对于整个数码基建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先天性的条件 但是说到 要找数个中心落地 香港其实就不单只是贵 而且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有时候我们和一些客户去找地方的时候 都面对很大的一个问题 给到钱都未必解决到的问题 这个才是其中一个压要的地方 另外还有就是说 那个电力提供的时间 其实就说都不是很有人信的 就是要搞一些大一点的电力供应 要搞四年甚至再长一点 这件事一听到都挺客人 我想这个调查结果 第一再去探索一下 不过时间我又想去问一下 团结香港基金的Steven 王远山 因为香港是金融中心 我们的特首也都经常很关注 本地的四大产业支柱 其实数码产业围绕着我们 这个香港多大的经济支柱范围 其实现在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加上我们要融入大湾区 究竟现在数码产业对以下的种种 可以发挥到什么的角色呢 大题目如果用Albert的说法就是 传统行业要数码化 数码行业就要产业化 我们自己的团结香港基金 其实研究了几个范围 都是离不开就是说 我们要发展多元经济 所有行业要宣级转型 无论是金融 刚才你说的就是FinTech FinTech现在说 譬如很多人说CBDC 或者Crypto 我们现在譬如BioTech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报告 是说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当然牵涉到数据的互通 我们上年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是关于物流的 物流现在如何能够升级转型 都是说Logistic Tech 我们也做了一份报告 未来两个星期之后 会出关于教育的 教育 亦是说AdTech 即是说MOOC 譬如我们上年也出了一份研究报告 我们很高兴见到政府采立了 就是ArtTech 艺术要发展文化科技创意产业 其实都是需要技术 所以长话短说 这份报告 其实我们不是特意说要做Tech 而是说你发觉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sector 如果能够有出路 能够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和生产力 和数码化是息息相关的 即是你们的条件范围这么广阔 即是真的到应用的层面 政府亦都采立了 你觉得现在香港那边 即我们这边 还有什么优势 可以特别再加强去发展 说到最后就是 香港是需要 刚才说了这么多 都是有些要基建才行 即是我们刚才用回 之前的研究报告 就提到香港的土地很贵 之类的东西 很多人就说 假设了这么贵的土地 就计计的需求是多少 其实我们就不是这样看的 我们说的是 就像你起橋起路 那些东西要先铺定的 即是说你有了一个行业的蓝图 比如说我说这么多的行业 ArtTech也好 也好 ArtTech也好 那你有了蓝图之后 其实你就不希望 第一 那个土地成为 你的制约发展的困扰因素 你希望基建成为 一个支援因素 那怎样由一个支援因素 即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第一 那些租资的东西都很贵 去到一个支援因素 我们都知道 土地或者这些基建 不是一个 只是靠它 所以我们叫做 不足够的状况 但是重要的重点就是 在于你必须提供足够 便宜的土地 可靠的基建 才能够再配以其他 产业政策去 提供到 每一个行业 能够升级转型 是 所以升级转型资源 再加上 Stephen 所说的 overview的蓝图 都相当重要的 我们再去 讲下另一个范畴 问题 去到Charles和John 那方面 分享在土地不足 以至于产业科技 科技产业 在政策扶持 看看你们的观点 不如Charles先说 好 我想大家这个命题 土地不足 我想一直都在说 这个大家知道的问题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土地不足 不是成为我们的平頸 我很赞同 Stephen的说法 我们先知道我们的需求在哪里 那我们知道需求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了解 我们应该要多少土地 然后怎样去开发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 我自己有个迷思 因为我们看回数据来说 2021年之前 是有差不多 800万尺的数据中心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2021年 到2025年 26年 将会接近有 400多万的 楼面尺的数据中心 就是说 它差不多有50% 在5年之内 怎样来的 佳因就是 在2012年 曾经在一个施政报告那里 就比了两公顶的地 第二 我们在业界的 行业的人 也都不只是 政府拨地 我们也是会 自己去 在坊间市场那里 找到适合的地方 改建数据中心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最重要的是 才知道我们的需求在哪里 然后应该政府 在2012年做了一个政策 现在就快去到2022年 现在10年了 我们就应该如何去 做一个长远规划 下10年是如何 我们如何做这件事 我们现在把数据中心 摆在东面 TKO 摆在西面 葵涌 这个全滑 北面是如何 南面我不会 南面太贵了 我想John一定不同意 但是 在我们的看法来说 北面其实还有很多发展空间 但是这里有很多配套 刚才所说 就是说 怎样会有电力 怎样有电力 可以去到那里 这是政府方面 协调不同的职业 去做这件事 那么我很相信 你们是可以有的 是怎样去做出来的 是 大家在说之前 Albert举手 一定有些 我不是发表 我想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我不是玩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重要 我和Charles叔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 要多建一些数据中心 是不是应该多建一些数据中心呢 因为有人说数据中心 那个经济效益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 用很多电 请的人不是太多 但是数据中心 它带动了很多企业 例如 软件服务 但是本身他请的人多 究竟这个问题如何解答 解答呢 土地香港是很宝贵资源 我和Steven也谈过这个问题 这个是 我觉得 我不是想今天有个结论 但是这个要讨论的 我想补充 两点 第一就是 如果正正是因为土地 是这么缺当中 所以我们的抉择 就很困难 但是如果我的大命题 就是说 只要土地并不欠缺的话 其实 我们香港只用了20%的土地 我们很多 新加坡 只是填海都停了20% 是 那你填海起身时 是很多 方法令土地 是不再欠缺 你就做个选择的时候 就不需要太困难 就是说 你很多东西都可以做 去发展多元的经济 多元的经济是重要的 因为你逼它去选择一样东西 因为你好像香港那样 我只是能够做到金融 才支持到中环的地价 我们经济没有那么多元 这是第一点 做大的银是重要的 第二点就是 我们今天说的 基礎建设 也不只是说数据中心 基礎建设 基礎建设 我们自己的研究之前 我们做工资料 你看看材料在机场岛 那些都是很高科技的东西 那个工资料 未来都很高科技 比如我们说做艺术科技 也需要一些很新 有科技配套 现在未必这么常有的 一些表演的场地 或者询法 去看看现在的回行重 things 之类的事情 我们做好多 另外做科技 也都有不同的事情 也有人跟我们说 例如你做智能 也要像内地那样 需要一个智能的 高科技的组织 这些全部在在也是需要地 当然不单只需要地 需要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目的 不光是地 亦不是整個資料中心 但整體來看 其實我們需要的力度 那個支援的努力 是要比現在大很多 John 你要補充一下 我同意兩位嘉賓的看法 還有一件事 我想香港政府不同的部門 在協調方面真的要做得好一點 因為一些資料中心的行動員 我們說如果要改裝資料中心 要分別跟八個政府部門去處理 每一個都有自己的性格 其實那個劇力花很多 我也知道有一個 Data Center Facility Unit 走出來的 Under OGCIO 不過似乎協調能力 未能夠符合這個業界的預期 我相信這方面 其實可以做多些功夫 令到很多資料中心 早點出現 滿足到市場 然後再鋪排長遠的賣地的方案 或者怎樣改建一些工廈 都可以配合到整個業界發展 從你的專業角度來看 地這個資源作為做Data Center 是否一個很好的應用 我覺得是的 因為Data Center本身 其實佔的地不是很大的 因為可以做高很多密度 而且現在Data Center 他們是說電的能力有多少 反而不是說面積 這件事我想經常業界 有負責的營運或者參與 都會知道這件事 我想這件事在未來一段時間 應該要特別留意業態的發展 我不唱這時間 亦都是一定要的 而只不過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我們沒有 我們就根本上等於我們 有雪櫃有冷氣 我們沒有電 我們怎樣走呢 變成沒有用的 有車沒有油怎麼辦呢 這我們一定要做 是基本的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來講 我們很希望政府業界 以及各勞人馬 其實都是注視這件事 如何再推動 我想才能夠將這件事 解決得到 很重要一點 在中間的公月村裡面 我們在過去十年的基建 包括光纖網和配電站 除了公月村裡面的售貨中心 受惠之外 周邊的公司都可以受惠 所以剛才我跟師兄說 基建先行 沒有這些基建 周邊的公司都不會受惠 這是很重要的重點 還有剛才John說 用的地方不是真的很多 你看到你很熟悉的將軍澳 你們的地頭 DT Hub 即你們的數據中心 可否介紹一下 現在在用土地 或者科技園 未來如何遷就大家的資源 有限之下做更多的事情 剛才Simon 我們資料也有說到 數據產業化 產業數據化 現在現時的產業 它自然會產生很多數據 這些數據如何變成一些 可以賺錢的工具 這也是我們探討的一個話題 還有在未來 我們希望可以帶動這個 數據的生態圈 這個數據生態圈是軟實力 即是在硬件上 如何去凝聚多些人才 很多時候不是只有硬件可以 還要有足夠人才配合 當然基建可能要先行 否則你可以有這麼多人才 可以進駐 數據技術中心就是我們一個基建 在張永澳工業村 我們就大概有二十多萬呎的地方 做一個配套 當初我們那個目標 當時設計的時候 是跟先進製造業中心一齊 作為一個項目去申請募款 我們的軟件 這個 軟件就是將來香港的再工業化 就不單止是製造 我們再工業化 其實不是再一次工業化 我們是工業再進化 進化到甚麼呢 就是數碼工業 或者是一些數碼帶動的一些工業 我們循著關鍵的增值服務發展 令到生產線可以 或者一些新的業務可以持續發展 這就是我們維持生產圈的很重要的目的 就時間有限 這場講座 令我覺得像城市論壇的主持一樣 大家有不同的角度 就著土地、資源分配 以至政府和業界之間 如何互動互相合作 都帶來很多不同的觀點 再次非常好說 多謝大家 亦都在這回合中得到很多寶貴意見 多謝各位 多謝 好,謝謝 好,請HL留下了 因為我們要緊接接著第二場的討論 好,大家剛才我們不要讓他停了 因為回合中的討論就很熱詞 大家就在資源配置 或者發展的方向 的確有不同的觀點 沒有說對還是錯的 最重要是大家如何互相配合 令香港可以創造更加的實力 接著我們第二回合 我們的主題就是增強軟實力 除了硬件之外 軟實力也很重要 要提升香港在數碼產業的競爭力 這方面我們也有幾位嘉賓 一起探討如何在更好的數碼基建 和軟件配套的前提下 去幫助業界的發展 有幾位講者 HL剛才介紹了 香港科技園的再工業化高級總監 姚慶良博士工程師 另外也請來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首席數碼總監黎兆艾文 艾文你好 你好 你好 另外有物流與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 研究技術開發總監鄭俊鴻博士CH CH你好 你好 還有衛科資本有限公司聯合始創人 優達恩先生Duncan Duncan你好 事不宜遲我們首先問HL 剛才提到大家熱烘烘 發展數碼產業 除了一些土地或硬件的配套之外 還有甚麼更重要的範疇要加進去 剛才提到產業數碼化 數碼產業化 現在新的產業 幾乎每一個產業都會跟數碼有關 亦都會產生數據 數據就會變成一些 如果你懂得利用 就一定有一個價值 但是我們看這個軟實力 不可以單看一件事 因為單看一件事未必是投資者有興趣 而我們的經驗 過去這麼多年搞創科 我們發覺越多人參與 那個餅越做越大 在良性競爭之下 對於投資者的興趣 就會更加強烈 還有我們除了經營這個環境之外 我們也提供很多的配套服務 可以招募招募招募的活動 即資金的募招募招募招業界交流 務求將這個新大圈搞往 從而大家多了溝通和交流 在投資方面也會相應地增加 謝謝HL 如果有問題就問一下 CH 你們公司機構 LSCM也對於推動數碼科技不為餘力 繼續加強在香港方面的數碼產業發展 你認為在數碼機件上 軟件、硬件配套 有什麼地方需要配合 或者再有什麼例子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或者我用了一個例子去解釋一下 最近大家都知道我們疫症的爆發 去年年初開始 我們為香港研發了一套手帶 家居的手帶 到目前為止已經做了50萬支手帶 我們有一部份手帶已經賣出去外國 賣給夏威夷和巴姆達 接著下來 我想中間就將故事講短一點 就去到這個打針的問題 我們公司也接了這個項目來做 利用了我們以前和海關研發的一個 E-LOG系統電子鎖 就讓我們去追蹤這個疫苗的配送 當疫苗配送到這個打針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也有系統去追蹤這個疫苗 送到每一個打針的櫃位 也有系統去追蹤每一支針 用在哪個市民身上 整個物流和供應鏈 環環相扣都很清楚 所以市民不需要擔心 他們有什麼問題 每一支針我們都能追回 這是一個例子去解釋 我們需要用到這些技術 我們必須要用到很多不同的硬件 譬如說是全球的定位系統 需要攬牙技術 甚至乎是細微到是一些 barcode leader 的技術 我們都需要用到的 我們將整個東西整合在一起 至於你問我 我們在硬件方面 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們去發展呢 或者我舉另一個例子 給大家去想想 就是我們說現在發展得很快的 就是區域區塊鏈的技術 在區塊鏈上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區塊鏈有很多人參與 每一個人都是監管者 所以計算的過程就非常複雜 亦都是很難 亦都是涉及了很多不同的用家 在不同的地方 很難去推行一個所謂 我們有一個監管的行為 我不知道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就是我們LSM就發展了一套 用區塊鏈的技術 在保險業上用 在保險業上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區塊鏈 可以追蹤每一個交易的數據 當然在用家容許的環境之下 可以做監管的數據 就可以減低了計算需要的成本 而區塊鏈始終是有這個問題 我認為是因為太多人參與的時候 沒有辦法去推行監管 亦都是沒有辦法推行這個所謂的一個規例 風險其實是相當高的 除非參與過程中可以給予我們一定大的利益 在超過了我們可能承受的風險的成本的時候 才會得到用家的使用 這個我留給大家的講解 去研發一下 去想一下怎樣可以推廣區塊鏈的技術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話題 至於另外一個香港經常提到的就是智慧城市 這個問題我想問一下Edmond 因為數碼產業是推動香港智慧城市的引擎 生產力局近年也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功夫 包括推出Enterprise 4.0 Industry 4.0 網絡保安培訓 還有顧問服務等等 對於各行各業的長遠發展來說 都做了一個數碼轉型很大的比喻 智慧城市不僅需要科技這麼簡單 還要發展在應用日常生活當中 Edmond 可否分享一下 怎樣將科研的產品融入生活當中 在數碼產業 數碼應用 甚至乎平台 怎樣去配合呢 好 謝謝 其實在這個最重要就是要做大個餅 才可以所謂增強軟實力 因為需求很重要 而我們生產力局正正就是剛才Edmond說到 是專門是幫傳統的產業運用技術的 當然這種做法不可以說沒有章法的 所以為甚麼我們在開始的時候 就是專注將整個 Industry 4.0 工業4.0整個框架 整個framework 帶來香港 為不同的傳統行業 去制定一個發展的藍圖 而最重要就是其實要分享 和製造一些所謂的成功案例 因為大家看到成功案例的話 就會有信心繼續走下去 在成功案例那裡 當然我們也會做很多不同的個案 其實在做成功案例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是想培養中小企 在三個方面 第一 做案例是最好真的可以幫助到老闆 去了解工業4.0是甚麼 怎樣做數碼轉型 以及最重要就是員工的技術去提高 第二 我們希望培養到所有企業 開始有一個習慣去收集數據 分析數據和應用數據 因為你可以有最好的硬體構圖 但你沒有數據的話 其實你有再多的data center 你都真的沒有甚麼可以分析 而每一公司都收集數據的話 你慢慢就會形成整個行業 甚至乎整個城市的一個大數據出現 而第三點就是對網絡安全的一個認知 以及要有關注 因為當我們走這個數碼轉型 科技產業 你沒有理由所有東西都smart 但所有東西都被黑客吃光 最近也見到很多 在外國一些都比較得人驚的例子 香港在這方面 就應該一開始就很加強了 在我們進行這個 幫中小企去做這個數碼轉型的時候 其實就見到 當然可能中小企資金比較緊缺 這都是他們的關鍵 那你為甚麼幫助他 其實有幾方面 第一就是 當然香港特區政府 都有很多不同的支援計劃 例如創新科技署的創新及科技基金都有很多不同的計劃 例如TBP 可以幫助他們用一些新的科技 或者再工業化的計劃等等 而另一方面的話 其實除了現在這個雲計算的成熟的話 有很多這些數碼科技都變成一個所謂訂閲式 不是說需要開始 投很大的資金 可以用到 可以走到第一步 這些都是一些 即是我們希望 通過帶領他們走這個數碼轉型的路的時候 既可以幫助到他們 真是用科技 亦都可以創造到整個市場出來 所以香港參與數碼科技公司亦都會有這樣的市場去做 亦都帶出數碼轉型的話題 亦都在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面對到 要問問Duncan Duncan曾經你都提出過數碼紅溝 這個概念 說回的就是我們一直在科技演用很厲害 在硬件方面 發明方面都很快可以採用到買到 但是科研在香港這方面似乎都還要急起直追 要做很多功夫 科技園二十多年前已經開始推動創科 以及不同行業的支援 人才培訓等等 現在張溫澳 剛才HL都說了 亦都說發展數碼基建 Duncan你認為 在數碼基建方面的配套 以及推動各行各業的數碼轉型 剛才Edmond說過的 怎樣可以發展得成熟 將生態圈再好些 減少你所說的紅溝 多謝主持人提出我科技紅溝這個概念 其實數碼紅溝 即Digital Divided 大家都知道很多年 其實是可以接觸到科技或互聯網的人群 以及接觸不到的人群 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收入 引致到貧富完全越來越厲害 這個概念已經很多年 兩年前我寫一篇文章 就提出了科技紅溝 說出一些國家擁有核心科技 和上游科技研發能力的國家 和一些相對貧乏的 在這方面的國家 角力差距也有很大影響 所以一個國家能否維持 它一個強角的地位 其實與它科研的力量 和它有沒有核心技術 是很大的直接關係 所以這就是我們提出科技紅溝的概念 亦都希望香港能夠加大 和國家能夠加大在這方面的推動力 亦都這幾年老實說 我們都做了很多工作 大家知道譬如 我想政府投入了很多資源 其實科學員本身 就是一個很大的數碼基建 我們今天提到的一個 數碼基建構 裏面有硬件亦有軟件 除了園區之外 其實我們亦都有很多軟實力 剛才提到HL提到一些資金 培訓 幫人請人 甚至乎合作方 如何去找到一些好的伴侶之類 其實這些都是除了基建之外 一些軟實力的提供 所以這方面其實我覺得 我們發展了很多 亦都進步了很多 我們環顧看看 現在香港有的獨角獸 剛才Albert提到 有幾間都是科學員的公司 裏面其實亦都有些 做一些高端的科研產業 譬如剛才提到Sense Time 和Smartmore 其實都是做一些科研的公司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 這方面的成功例子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數碼基建構 或者技術碼基建構 我們今天其實是縮減 亦都進步了 但當然裏面亦還有很多 我們需要去做的地方 譬如科研方面 我想我們需要多一些長期的投入基金 可以支持到我們更加多 譬如在科學員裏面 一些從事科研研發的公司 可以讓他們有機會做多一些長時間的研究工作 慢慢讓他們有產品推出市場等等 但如果你說在科技紅溝方面 我覺得我們已經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科技紅溝之外 亦都想問Duncan融資 因為Duncan是一個投資人 除了你面對紅溝的問題之外 我覺得你是一個科技媒人 因為可以配對很多初創企業 和一些投資資金在一起 說到現在的投資者對於香港的數碼產業的看法 你會怎樣去看 尤其是在數碼產業初創企業 現在處於什麼環境 他們現在面對的環境、數據 究竟是機會還是有時是危機 政府在方面 尤其在科技園這部分 你會覺得在數碼基建上 怎樣可以幫助一把 我想現在我們其實 你說危中有機 我想這樣 因為確實這兩年 我們看回最近的數字 剛才說到早期的一些投資 是很重要的 對我們的創業者來說 早期的投資 這兩年其實亦都受經濟大環境的影響 我們總務之押香港其實沒什麼跌到 但是貨真的很早期的公司 是有所回調的 你如果跟外面比較 我們都很好 我們有科學員和數碼港等等 不同的政府的投資基金 其實帶動的作用很大 科學員我知道有6億 其實每一元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一元帶動十幾元的 一個對動的投資 即6億可能帶動了幾十億的投資 但這裡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 一些偏早期也有一些中期 可能A輪和B輪的投資都有 這個幾十億裡面 你相比來說 C和Angel 我們叫做最早的一筆錢 總子基金 我們也希望香港有更多的投入 幫那個政府 或者私人方面帶動 因為如果你看回美國同期 美國去年的總子輪基金 是應該110億美金 變成如果要比較 那些是說第一筆錢 比起企業用的第一筆錢 這是其中一環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要去補足 其實也都 因為有科技員的產生 也有我們的基金 其實已經幫了很多 因為在這個經濟回調的時候 也都有這個基金 來支持我們很多不同的創業者 去無資 但這方面 我覺得在早期方面 如果我們現在努力打造國際創科中心 希望吸引到全世界的科創人才來香港 我覺得早期的投資基金 亦都是希望政府 或者私人機構更加多參與 來帶動 那我請我們再去人才方面 拉闊一點來討論 加上CX和Edmond的觀點 剛才Dankton提到 人才在發展數碼產業 都一定很重要 現在在香港培育和吸引 這些科研人才方面 條件具不具足 可不可以在其他地區 吸引到專長下來 或者我反過來 我先問一下CX 之後再問Edmond 再問Dankton的意見 CX你的看法是怎樣 我們當然可以考慮一下 引入海外的人才 但最基本都是我們要在本地教育方面著手 大家都看到近年來 年輕人入理工科 相對是越來越少 其實我們應該著重鼓勵我們香港本地的學生 投入理工科的行業 當我們或者我自己都覺得 在教學方面我們是不是可以提高 因為其實理工科有時都相當副燥乏味 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有趣的元素呢 譬如說除了教他們數理化之外 教一些創新的元素 雜作或者功課 讓他們做的時候 就做一些實際一點的問題 就不只是說一個程式怎樣去寫 它的效率是怎樣的 又計算它的效率是怎樣的 什麼時候可以計算得完 這個有時真的有點乏味 但當然這些是很基礎的訓練 是必須要的 在我們的教練 在我們的訓練裡必須要花這些時間 但是在雜作方面 或者是有些副修的學科 讓同學有看一些實務的問題 Edmond 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其實要吸引人才 最重要一點就是 有沒有工作機會 有沒有發展的前景 所以我們也不可以只專注在做創科 因為人的能力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除了創科可能最高的那一層 但因為我有能力做設計 香港有沒有譬如說 這個叫做Smart Production Line 我可以做設計呢 或者我懂得如何好好運用Smart Production Line 有沒有這個機會呢 正正這也是我們現在推動的 這個在工業法 是可以為整個吸引人才計劃 做到這件事 這也是有多悲打的參考 鄧勤 人才在這裡 請你再補充一下 其實剛才也說了很多 我想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其實不是所有人才 都只是我們培養出來的 我們是全世界最厲害的金融人才香港 所以我們才是國際金融中心 現在我們要做國際科技中心 其實是一樣的 幾樣東西 我們要有全世界最厲害的科技人才 這裡包括剛才CH講的當地培訓 第二就是剛才John提到的一些產業 大的產業在這裡可以聘用 另外剛才也提過一些資金 給創新創業的人可以來這裡 我覺得這幾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我們要做到這方面 當然科技園有很重大的一個推動力 在這方面 亦都我們其實寄望這方面 會不會是我們何兔呢 可以做到很多這一方面的引資 或者引一些大產業來到 亦都做到培訓的功能 令我們成為一個人才聚集點 我們成為國際科創總心 何兔真的可以成為一個生態圈 正經可以問到HL 科技園 譬如說真的要建立一個香港數碼產業的生態圈 究竟是怎樣的遠景 究竟是否能夠做到呢 你的觀點是 我想強調一點 就是提供土地、基建 即科技園做了一些 過去這麼多年做的基建 都是其中一部分 就是推動這個社項產業 我同時剛才所說的 就是要做大個餅 一定要做大個餅 整項城市才是有一個 令到投資者會繼續來 令到年輕人看到將來 看到有成功的例子 例如那些上市的公司 都是一些香港年輕人的努力成果 這些都是一個數碼生大圈的 一個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科技園當然繼續推動可持續發展 引入大大小小的數據 產業相關的公司 提供配套去支持他們 令到不同範疇的公司 都可以互相互動合作 產生良性競爭沒有問題 越大的餅就越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 希望將來我們香港開發的東西 香港創新的東西 香港設計的東西 甚至有部分香港製造的東西 能夠發光發熱 令到香港的數碼產業 會變成香港將來的新一個 會產業起飛的引擎 這裏真是很重要 各方面的條件具足 正如XL所說 科技園繼續發展加大力度 和業界的配合 看看商界如何支持 形成數碼基建 軟實力和硬實力都很重要 再次感謝各位港者 你們的寶貴意見 不論是剛才的回合 以至這個Panel 2 大家都帶出很多觀點 香港還是需要很多資源 政策和人才的配合 才可以發展到一個 比較良好的數碼基建 以及未來迎接新的機遇 今天網上的研討會差不多了 大家有興趣從1內容的話 可以掃描在左手邊的QR Code 或者去到網站 vloggallery.hkstp.org 看看過往的幾個系列 On the Horizon 網上研討會系列的話題 和講座主題 喜歡這次On the Horizon 網上研討會的內容 或者有任何意見 歡迎大家掃描右手邊的QR Code 分享你們的想法 再次感謝各位港者 也在下次的On the Horizon 講座 跟大家再談過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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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 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